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学习了函数式编程的4个这样的一个知识点 一个是lamb的表达式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的一个map 然后第三个呢reduce 然后第四个是filter 那么我们本节课给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这样的一个函数式编程和命令式编程 好,我们现在最为熟知的 其实还是这样的一个命令式编程 但是我们本小节之前的我们本章节之前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map reduce 还有这样的一个filter 以及这样的一个lambda 它们的实质应该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函数式编程 好,那么我们先说命令式编程 命令式编程的就是我们每天 在写的这样的一些代码的一个风格 或者是说是一个过程的控制 好,那么我们可以想想 无论多么复杂的业务逻辑 如果我们要控制它的流程 几个关键点是我们一定要有的 第一个我们要有函数 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要有什么 我们要有条件判断 对不对 也就是if else 好,第三个不可或缺断的是什么 循环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多么复杂的业务 我们通过函数 然后if else和for循环都是可以去实现的 好,当然这里的总结并不完全 很多同学可能会提到 老师你不是还有包和模块吗 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类合对象吗 是的,还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先挑选 这样几个可以代表流程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来给大家举例说明 很多同学可能还会说 老师不是还有这样一个包和模块吗 还有我们的类合对象吗 确实是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命令式编程的本质 所以说我们先不考虑这么多的因素 举个例子来讲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类合对象 可以实现功能吗 可以 函数可以实现所有的功能 你不把它封装成类合对象就完了 你把它直接写在函数里 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代表 好,那么这三大类 算是命令式编程最显著的特征了 然后我们再说函数式编程 对应于命令式编程 函数式编程也有它必须的一些关键词 好,那么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些 关键字或者是函数式编程的手段 有三个,有四个最主要的 好,最基本的三个函数 有Map, Radius以及 Feet 好,这三个函数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是Number的表达式 Number的表达式 在函数式编程里面 可以把它称作这样的一个算子 好,那么理论上面而言 我们可以用Map, Radius, Filter 还有Number的去替换所有的命令式编程里面的复杂的业务逻辑 好,随便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像Number的表达式 它其实是作为函数式编程的最基本的单元 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面 是可以替换命令式编程里面的函数的 好,然后像Map和Radius 它们其实是可以替换循环的 好,为什么说是理论上面可以去实现 因为我也没有尝试过 把一个很复杂的用命令式编程的方式 编写的项目 全部把它改成这样一个函数式编程 所以说我只能说是理论上面 如果有兴趣 大家下去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写的项目把它翻出来 全部改成这样一个Map, Reduce, Filter 或者 Lambda 我觉得大家会疯的 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还是在于我所说的 我们习惯的就是命令式编程 我们从上学的时候 包括我们不断的看书 看编程的书籍 听编程的课程 看编程的视频 我们所有接收的都是这样的一个 命令式编程的思想 这个思想一旦形成之后 你很难再去改变 好,所以说了解是了解 函数式编程 我也做到了这样一个承诺 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讲了一下 但是讲了一下也仅仅的是一个介绍 函数式编程 它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所以说我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函数式编程 我们可以把它结合到我们 最熟悉的命令式编程里面 来帮助我们写出一些简洁的代码 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尝试着全盘 用函数式编程的思想 来构建你的业务逻辑或者是项目 LISP语言算是函数式编程语言的笔组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想用函数式编程的话 那么go LISP 你不要强行非要拿这样的一些 Java Csav Python这样的一些命令式的 或者是说结构式编程的语言 来强行写函数式编程 因为我还是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 Person也好 Java也好 Csav也好 他们可能对函数式编程是有一定的支持的 但是这个只是说 它只是说是支持部分的这样一些特性 但是这些语言的本质来说的话 还是命令式的编程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Person是函数式的编程 它只是说它部分的这样提供的特性 是支持函数式编程的 可以让你体会一下函数式编程的特色 也可以帮助你来简化代码 但是本质来讲的话 并不是函数式编程的语言 好各位同事 那么关于函数式编程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做这节课的目的 并不是说倡导大家 用函数式编程去写代码 而是只是想让大家能够了解 命令式编程和函数式编程 它们到底是什么 以及它们有什么区别 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 好 我记得有个同学之前问我 老师你学过利斯普语言吗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在图书馆里面的一个角落里面 翻出过一本利斯普的书籍 然后当时坐在里翻了一会儿 说真的看的不是太懂 所以说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挑战一下 利斯普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里面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好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